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重点 透镜跟透镜的成像 那能够使光线产生折射的物体 我们就称为透镜 我们简单的分作凸透镜跟凹透镜 那你看到名字有双凸凸凹凸 看到名字有双凹平凹凸凸凹 那么凹凸跟凸凸到底是凸还是凹 那一就看这个字 前面形容词后面是名词 所以凹凸凸凸是名词就是凸透镜 凹但是形容词有一边凹的凸透镜 OK 那凸凸凸凸凸有一边凸透镜 重点是你怎么要凸透镜 说一边凸一边 看到你怎么凸透镜 怎么决定的怎么知道的 那么就这样知道 中间比较厚的就叫做凸透镜 重点凸透镜可以使光线汇聚 光线光线汇聚 凸透镜的汇聚 当会凹凸就会发散 有一些考试题目 你只要知道凸透镜会汇聚 凸透镜会发散就解决掉 比较清楚这件事情 中间比较厚的叫做凸透镜 它会汇聚光线 我们上课的时候 用两个三明镜也是会做演示 让你看到它中间厚会汇聚 中间厚的叫凸透镜 中间薄的叫做凹透镜 凹透镜会发散 当然讲过了 你要记住凸透镜可以使光线汇聚 凹透镜会使光线发散 某一些考试题目 你只要知道这件事情就解决掉了 所以你要记得凸透镜会汇聚 凹透镜会发散 中间比较厚的叫做凸透镜 中间比较薄的叫做凹透镜 就是了解什么叫凸 什么叫凹 凹透镜跟凹透镜有什么样的功用 什么样的功用 然后接着呢就是有一些名词 名词 我们这里画了一个双凸透镜 一个名词 要了解这些名词 中间有个点 所谓的镜心 都叫做光线透镜的中心 重点 光线透过镜心的不升偏折 我们说过了 其实是有偏折的 但是呢 我们做的是一个长薄透镜 所以它是当作 它是一个很薄的玻璃砖 它只有一个很小的位移 所以我们当作它不偏折 你不用管这些细节 你就记得结果就好了 国中就这样子教 你就这样子记 光线通过镜心不升偏折 光线透过镜心不升偏折 这个是在我们用画符法 来解决透镜成像问题的时候的一个重点 透过镜心的不升偏折 透过镜心的不升偏折 第一要镜心 然后呢 穿过这个镜心的垂直的 那个叫做所谓的主轴 主轴 因为以后会有所谓平行主轴 通过焦点 通过焦点的平行主轴 所以要讲一下主轴 然后再来就是 焦点就是重点 焦点 焦点就是我们的光线 这个突透镜会汇聚光线 位置的那一个点叫做焦点 就是我们请各位做实验的时候 调那个放大镜 那个聚起来最小最小的那根点 叫做所谓的焦点 焦点 那么焦点 有所谓的实焦点跟虚焦点 突透镜会汇聚光线 所以光线实际上在那里汇聚 真的在那边 所以这个叫做实焦点 我们常常就简称叫做焦点 焦点 可是凹透镜是会发散的 它会散开来 它是它的延长线会在一点 它这个点也叫做焦点 可是它并不是光线真的实际会去的点 所以叫做虚焦点 虚焦点 所以有实焦点跟虚焦点 虚焦点 那么再来就是焦点 重点叫做所谓的焦距 焦距注意 焦距是焦点到静心的距离 就是那里面的距离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你的尺只能量到镜面 量不到镜心 所以会差一点 没关系 我们假设我们做的是长薄透镜 所以那个差距很小 没有什么 而且如果是长薄透镜焦距很长 那么差那一点点就等于没有差 所以不理它 所以做实验的时候 是量到镜面 但是定义上 什么叫做焦距 焦距是 焦点到镜心的距离 到镜心的距离 OK 请你理解 这些名词 比较重要的 有一个叫镜心 光线穿过镜心的不升天折 了解一下焦点 了解一下焦距 当然最前面跟你提的 那个凸透镜会会聚 凹透镜会发散 也是一个重点 只是跟各位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透镜 以及透镜的部位名称 OK